嗨,我是Elaine 今天要從312橋騎到大溪老街 GO! 今天要探訪花彩節 月梅人工失地的洛宇松 還有大溪秘境 山珠湖生態園區 很適合親子一起來喔 我們沿著大溪溪的左岸騎 大約騎3公里就可以到榮瑤橋 我今天進入 Campo 大溪溪溪泉 丁夫 我燒溪的水 左邊這邊是可以打錘球的一個公園 這一段路線可以欣賞暈山宴 暈山的美景所以叫山水步道 這裡是新北市跟桃園的交界處 右邊這一片叫天空之城 可以帶小朋友來這邊溜滑梯玩沙坑 前面就是中莊調整池了 前面白色吊橋是明年1月即將啟用的中莊吊橋 能啟用了我們再來騎看看喔 快到大溪橋頭了 右邊就是大溪橋 不太確定腳踏車騎過去之後有沒有路 我先去看看 過橋之後沿著左邊這條步道 接到台山線後 右轉就可以往大溪老街 騎一小段馬路有帶小朋友要小心一點喔 右轉就是大溪老街 今天是假日人潮很多 還有小朋友 前面走 有一點點 大溪走 每個人都有 下面周圍 这一段时间刚好是大西花彩节 路旁休耕的农田种满了好多漂亮的花 赶快抓紧时间来拍几张眉照吧 花彩节的时间是11月12号到11月20号 喜欢看花的人要赶快来哦 看完花之后 我们先到山珠湖生态清水园区 山珠湖生态园区里面非常的漂亮 有很多昆虫及生态 很适合亲子一起来游玩 夏季还有萤火虫 再回到月梅人工湿地 月梅人工湿地旁边种满了若羽松 现在若羽松的叶子还没有变金黄色 等变金黄色的时候我们再来一趟 我们再来一趟 这边假日人车众多 想要来欣赏洛宇松 也可以像我们一样骑自行车来哦 自行车道附近 租借脚踏车都非常的方便 想要来看若羽松吗 想要带小朋友到山珠湖生态园区走走吗 这个路线非常推荐哦 等中庄吊桥完工后 到这边会更方便 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期待下次的旅程